這一次的iPhone15它是採用鈦金屬的 所以會讓整個機身的重量更輕了 還有就是它會全面的改成Type-C的接頭 也就是USB-C的充電方式 所以如果你是舊的iPhone想要換新機的民眾 要注意你以前的充電線是不能用的 還有另外就是這一次 已經會是全面的採用動態導的互動模式了 另外這一次iPhone15裡頭所採用的晶片 是台積電的A17 Pro 3奈米製程的晶片 會讓整體的CPU的速率處理的速率 再提升10% 另外效能還有能源的效率 還有遊戲的體驗也會再更往上的提升 那麼顏色方面也是很多人關注的 在iPhone15方面有推出粉紅色的新的顏色 那麼有一些網紅已經開箱粉紅色的手機了 說這個看起來霧面的滿有質感 很少女 很夢幻 所以有可能會催出一些人想要換手機的心情 但是整體說起來呢 很多人是認為這個實質上面沒有太大的升級 所以還有些網友就秀稱了 這一次的亮點是不是就是這個iPhone15的 定價售價是沒有漲價的呢 和去年的同款內存的機型相比的話呢 售價是一樣的 所以有很多人戲稱說會不會沒有漲價才是最大的亮點 會不會 resid� 經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